3月3日全台大停電 屏東地區到用餐時間 自助餐店點蠟燭賣便當 從白天停電到晚上 不只名聲方面苦哈哈 養殖業更是損失慘重 養殖業的大家看到沒有 這是夜中冰島啊 折手電筒照亮的魚池 裡面的觀賞魚都靜悄悄的 別以為他們在睡覺 有活動力的燈光一照 馬上就會游動 其他連魚旗都沒擺動的 是因為缺氧搬渡了 用電不中斷的保證服務 這才是未來的智本之道 中嘉賓擺養殖場的畫面 直接帶到立法院國事論壇上 要求行政院展開調查 更是毫不客氣的炮轟台電 停電風暴 讓屏東養殖業損失重 也讓友誼角族屏東縣長的參選人 獲利全開 到岩埔的牛蛙養殖場 確認停電對牛蛙的影響 周春敏親自南下 牽起養殖戶雙手之前 已經透過了辦公室發文給台電 要儘快擬定補償措施 我會請律師來整理相關的資料 來正式的跟台電來求償 關心嘉東的養殖戶 發電機如果在大停電當時 真的壞了要怎麼辦 停電夜晚 莊瑞雄還在臉書上PO文 說歡迎民眾到服務處 要手機充電泡牛奶喝熱水 都沒問題 電黑漆媽屋啊 我的服務處啊 剛好是走我們另外一個社區啊 的一個管線啊 所以呢還有電 大停電讓民眾生活出路上 受到了嚴重影響 在這個時間點 誰能夠雪中送炭 有加分機會參選人努力發揮 要讓選民深刻感受 三立新聞 朱俊傑 朱一榮 評論報導